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了发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言 让你与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化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大英文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椰子油的医学用途 相信大家都会用过吃过椰子油 除了煮食及护肤之外 原来椰子油有很广泛的医学用途 袁医生可否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了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些基本关于椰子油的资料 好的 在椰子学上 椰子的学名叫做Cocos Nucifera Cocos Nucifera Nucifera 意思是有Nuts 就是会有Nuts Bearing 这个椰子也被称为生命之树 The Tree of Life 早期西班牙的探验家 就叫它做Cocos 意思是Cocos这个字就是猫面 Monkey Face的意思 如果你看到椰子 椰子本身有很多毛 猫面有很多毛 头一面有很多毛 头顶有些毛 其实椰子有些小孔 你会看到有两个孔 好像一只眼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你看看 好像一个猴子的头 所以也叫做猴子的面 好了 是一种椰子中腩树的椰子 它原产地 通常是在马来西亚 波利尼西亚 就是南太平洋的岛墓 还有是南中国 但现在是在南美洲 印度和太平洋的岛 沙拉利尼西亚 都差不多是很多 很茂盛的 椰子油当然是在椰子肉里面 即熟的椰子肉里面 是炸出来的 在营养学方面 我们知道椰子油本身 它有种叫做中联脂肪酸 medium chain fatty acid 这种这样的中联脂肪酸 也叫做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 就是三金油脂 中联的三金油脂 这种这样的热带油 其实是一种我们叫做 一种叫做 loric acid 月桂酸 和capric acid 就是辛酸的主要来源 那这些脂肪酸 本身就是 发现是有些 抗微生物的特质 可以这么说 椰子油本身 50%的油 都是一种叫做 loric acid 就是月桂酸 这种酸 其实都是比较上汉油的 很多的 椰子油的 奇迹的功效 都是因为这种油的特质 好了 我们可以这么说 椰子可以用一种 营养的补充 补充剂 食物 亦是一种缓和剂 叫做demulsion 它的应用范围很广 我所知道 椰子油可以做 cream 可以做油 可以做lotion 也可以做 肥皂 好了 椰子油 曾经被认为 是地球上最健康的油 这个和一般人的 的认识是很相反的 很多时候 如果你和别人说 椰子油 多吃点椰子油 通常它都会反应 很肥胖 胆固醇很高 是的 两个 是的 现在一般的 一般的近代人 这种椰子油 就直接当椰子油 是一种不好的油 但原来椰子油 是最健康的 地球上 曾经是最健康的油 当然它是给我们身体的 主要的脂肪 可以说是过去数 二百万计的人 所以无数代的人类 一直是靠它 作为一个主要的脂肪的来源 除此之外 当然除了食物之外 原来在药物作用 和工业上 都很有用的 工业可以用什么呢 就是很多肥皂 很多润滑油 那些可以提炼出来的 好了 在很多的倒序里面 椰子可以说是一个主要的食量 差不多 这个地球上 三分之一的人口 都是靠椰子的 作为一种食物的某一部分 或者是一种经济的来源 所以 可以这么说 在这些地方的文化 椰子是一个很长的历史 和很受尊重的历史 可以这么说 在过去大概四千年来 椰子的植物和油 当作食物或者当作医药 都是已经有很多的记载 那椰子树本身 就是可以说 一种可以持续的资源 那 对很多些热带的部落 是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那不单止它本身的 那个食物本身 椰子肉 水 奶 和油 那 可以这么说 在地球上 在那些热带地方 椰子树的营养是很广泛的 在南和中美洲 非洲 还有是印度半大陆 在美国和泰智 在美国和玛丽尼 那些太平洋的岛屿 还有大部分的亚洲 前期的欧洲的探偏家 包括Captain Cook 大家都很有名的 和他读书都会读到他了 通常就写很多关于有盛产椰子的太平洋那些岛屿 那些人是挺漂亮的 因为椰子是可以这样说 令到他们皮肤是非常之好的 好了,椰子油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 就是因为原来它有很多治疗效果 就是比一般的食物油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这种做法也可以这样说 在传统的医疗方面 都是广泛地应用的 在早期的 在所谓南太平洋的岛屿里面 其实很多椰子油 可以这样说作为能医百病来看的 椰子中树油 通常就是可以除了食物之外 我亦都曾经所说是生命之树 the tree of life 那我们现代的医学的科学上 都最终都发现了 椰子油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的心脏病 糖尿病 癌症 肝肾的毛病 骨质松疏问题 牙齿珠牙的问题 和皮肤的感染 在传统的医疗 椰子 亦都可以治愈很多很多健康上的问题 那我现在就或者 详俊一点 就和大家一个一个来都分享一下 好的 好了 第一 作为一种抗氧化剂 大家都知道抗氧化的一种 一种保护的作用 帮助我们保护身体 对付一些有害的游离机 那这些游离机 通常会令到我们提早老化 和我们出现那些退化性的疾病 但是这些油 它本身也都不会 就是会 减低我们本身的抗氧化剂的储备 因为很多其他的油 是有这种问题的 它会减低你自己本身的抗氧化的储备 好了 另外的作用 就作为什么呢 作为一种抗衰老 它可以预防皱纹 预防皮肤的松弛 和很多所谓的老人斑 也可以说是帮助我们抵抗太阳的紫外光 那就是说椰子油 可以这样说是可以作为一种防晒油 大家都知道 现在市面上的防晒油 其实原来最近被发现 它是可以令你产生皮肤癌的 所以很多人用这些防晒油 以为可以避免皮肤癌 谁知道刚刚相反 很多这些防晒油 它里面的成分 在紫外光照射的化合作用之下 就会成为一些致癌物质 所以与其是这样 大家可以考虑 作为一种防晒油 就直接用椰子油 好了 抗氏菌 它可以杀了很多会导致引发 汇洋 喉咙感染 尿道感染 牙肉的牙周病 柱牙方面的毛病 肺炎 临病 性病 和很多其他的疾病 即是说它是有一种抗细菌的作用 另外它有一种抗氏菌的帮助 它是杀了很多氏菌 和很多念珠菌 即是会导致念珠菌病的问题 以及转弓 即是大家的圈线 香港脚 和口症 和小朋友的尿疹 和很多其他的感染 好了 还有呢 原来它是有抗病毒的作用 很多的 就是引致那些 那个感冒 抛诊 麻疹 那个肝炎 C肝炎 SARS 外肢病 和很多其他的病 那些病毒 原来是椰子后 都可以帮你去消灭它 嗯 好了 第二 其他方面 就是血糖 可以减 即是改善 那个胰岛素的分泌 可以使我们 改善 那个血葡萄糖的应用 是减低 那些胰岛素的压力呢 和我们身体的酵素系统的压力 现在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雜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創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椰子油的医学用途 袁医生你刚才提到 原来椰子油可以能医百病 那癌症又行不行 大家知道 现在最多人出现的癌症 是哪一类癌症 是乳癌 和结腸癌 原来发现这些椰子油 是可以保护我们身体 预防这一类癌症 和其他癌症其实都是一样的 袁医生 那我们用椰子油去煮食 有时那些人就觉得很香 但有些人又不太喜欢这种味 那其实椰子油在煮食方面 比起其他的油有什么好处 在椰子油的主用方面 最主要 椰子油就不会像其他植物油 产生一些有害的副产品 椰子油就是很 椰子油其实可以说是很耐热的 一般高温的煮 譬如炸那方面 其实它是比较稳定的 那也是很慢会氧化 所以就不是那么容易益 那所以有些椰子油 你剂成两年左右 它都不会变益 你知道很多的油 是很紧的 就是要剂得久 下游问题的 会变益 那当然 你要 椰子油本身就因为它是很稳定的 所以不会这种问题 刚才你提到椰子油 常常会用来做美容 护发这样 我知道印度也会常常用的 那印度人的头发那么乌黑 那么润窄 他们是不是常常用椰子油去护发的呢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印度旅行 那有时候你会买到一瓶瓶 一支支的那些 所谓那些护发油 那 你看看那些成分 其实是主要是椰子油 那它可能就加一些 其他草本的物质 那它通常就会有一些 有颜色的纸包住的 因为始终呢 油的东西就最好 就要避免强光 是吧 光的破坏油呢 是比温度的破坏更厉害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椰子呢 即是可以用一种美容 护发啦 那它们通常呢 就叫你呢 就是 就是洗完了 洗完了 洗完了 那就是塗些椰子油 在那裏的 接着呢 就包住头 如果保鲜子油 也好 也好 那如果你用那些shower cap 通常去洗澡那些 那就是过夜的 那翌日呢 就先把它洗出来的 那呢 始终呢 椰子油呢 是一个 天然的植物油 那椰子油呢 那椰子油呢 椰子油呢 就是不需要用那些什么农药的 通常呢 有椰子的地方呢 的土药呢 通常呢 就不需要肥肥的 就像沙滩 那些 沙滩那些 就是沙啦 石呀 土药不是那么肥肥的 那 所以呢 它是属于一种 比较粗的植物 那所以 也真的不需要用那些什么 的杀虫药啊 或者其他的百合药 那所以呢 你可以知道呢 椰子油的本身呢 就是这样用的椰子油呢 是好 就是起码呢 没有什么化学的成分 那 你知道啦 其实很多护发素啊 那些 那些 那些护肤品啊 如果你真的看一下 里面的成分呢 其实真的有很多 其他的化学物质在那里 嗯 因为它需要的 要不然呢 它不能够稳定啦 所以呢 是避无可避的 但是純的椰子油呢 其实很干净 没有了这些 这样的附加物质在那里 好了 那在其他方面呢 譬如那个 糖尿啦 那可以减低糖尿的症状呢 也都减低那个 就是因为糖尿引发的 很多的其他的问题了 那 那消化方面呢 那油呢 可以改善我们的消化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大便 畅通一些呢 也都改善我们身体 吸收其他的营养呢 譬如维他命啊 抗氨啊 其他的氨基酸啊 那因为很多的维他命 需要水 用油溶性 那要油在一起呢 那很多的维他命 才吸收得比较好的 那也都改善我们 那些 必需要的脂肪酸的应用呢 也都是保护其他的脂肪酸呢 是避免它氧化得太快的 好了,椰子油是一种能量,帮助我们身体对付长期疲累症 因为油本身是一种高能量的物质 亦是给予一个败促的能量,给我们持久力 所以很多运动员用体能的人都会借用椰子油增加体能 在胆囊方面,可以减低胆囊引发的毛病 腸胃方面,也可以减低火烧心的症状 黑龙症,抗症状是一个很严重的肠肠的问题 和溺洋性的大肠炎,和胃溺洋 原来都可以用椰子油处理得到的 好了,我们都知道了,通常椰子油 除了我们的齐昌坏,可以使发的质素、厚度、健康改善 也可以控制头皮 当然,你要做这些事都要用一段时间 不要说用一两天,要用这些效果 来控制头皮也有帮助 好了,椰子是对心脏都很好 这些事很多人都不想不到 经常想着椰子油的胆固醇高 原来椰子油对心脏是很有帮助的 它可以改善胆固醇的比例 椰子油都知道,好的胆固醇 即是高浓度和低浓度的胆固醇 高浓度的胆固醇是比较有益的胆固醇 所以椰子油可以改善胆固醇的比例 是减低心脏病的风险 它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动物受到損害 譬如有时候动物的触氧硬化 从而是保护我们的心脏病 这个发生的 好了,接着就是那个痴瘡 很多人有时候痴瘡痛 或者痴瘡很刺激 痴瘡疾病的问题 可以直接用椰子油去塗 即是在痴瘡的部位 用椰子油去塗椰子油 当然,心脏病毒的尿疹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好了,接着就是炎症 原来椰子油可以减低发炎 减低慢性发炎的炎症 例如痴瘡腺炎 痴瘡疾病 这是一种肺肺纤维化的病 一种遗传病 可以改善我们的痴瘡疾病 痴瘡疾病 大肠癸症 胃癸症 牛皮痴 关节炎 以及皮肤炎 多方面的炎症 好了 另一个地方就是免疫能力 可以保护 以及帮助免疫系统的功能 改善我们组织的修复 以及维修的速度 腎方面 原来椰子油可以保护我们身体患肾病 和膀胱的感染 亦都可以帮助我们 融化肾石 这个真的很多人都想一想不到 好了 第二方面就是吸收不良的问题 很多时候有些叫做吸收不良的症候群 它会改善我们的消化 改善我们吸收的营养 包括维他命抗蚝炎 氨基酸 改善我们的甲和尾的吸收 亦都是帮助我们生长坚固的骨骼 和牙齿 所以这些药是孩子都很合用的 好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胰壮方面 原来椰子油是可以帮助我们 改善胰壮炎的症状 减低身体的胰壮和酵素的压力 好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寄生虫 原来椰子油可以驱除 还有剩下的那些小狗 刺得从小狗的小狗的小狗 或是小狗的小狗 小狗的小狗的小狗 这些小狗的小狗的小狗 和其他多方面的寄生虫 好了 前列腺方面 它可以舒缓 那个凉性前列腺的增大 这方面的问题 皮肤最简单,我相信很多人都用在护肤的油 我相信用在护肤的油是最多的 我也有用,是的 原来是一种局部的Cream 椰子油,可以舒缓 以及减低受影响的皮肤的横处 原来是塗在皮肤上的一层化学的屏障 令你驱除这些感染 减低牛皮症的症状 濕疹和其他皮肤炎 最重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皮肤本身的化学物质的平衡 不单止减低,令皮肤更加幼暖 也都可以减低皮肤就不会那么干 和脱皮 所以我们通常如果是曬伤了 有些起泡 太阳曬伤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油 当然皮肤方面是脱小不到 就是一种保湿的油 但问题是 在那个椰子油 它不只是单单 好像一般的皮肤膏的作用 通常一般的皮肤 那些膏 可以帮助你暂时 让皮肤的皮肤的表面 是湿润的 原来 那个椰子油 直接可以渗透 在皮肤下面的 来到防止油尼基的出现 也都会把皮下的 死的细胞 还有帮助你新的健康组织 重新成长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保湿剂 那么简单 它直接可以保护入面那方面 最后就是防止牙齿 蛀疆病 所以很多人 会用在什么方面呢 就是用在浪油 浪油这一集 我们以前也说过一下 简单来说 就用一汤匙油 含在口中 浓浓浓浓二十分钟 才慢慢做出来的 所以它不单有牙齿病 还有蛀牙 也很有帮助的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 自然疗法与你 哎呀你轮转点来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欢迎回来阅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椰子油的医学用途 袁医生啊 那我听 别人经常都说 很怕吃些肥腻东西啦 那但是 椰子油 油来的喔 那是不是可以 有助减肥的呀 那很多人呢 就会喝椰子油 就是一斤一斤这样的喝呢 那是帮助减肥的 是得到减肥的效果 那因为其实 为什么呢 那原来椰子油呢 是有一种叫做 medium chain fatty acid 叫做中年脂肪酸 那原来中年脂肪酸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 燃烧得快点的 那就是说 将我们的新神代謝 是加快了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可以帮助我们 即是燃烧多些身体的能量 就可以减肥了 是不是 也都会 加强我们的新神代謝 改善我们的身体的体能 也都会加速我们的那个维修 整个的免疫能力 那其实重心呢 就是因为呢 它这个所谓中年的脂肪酸呢 它的作用呢 是会帮助我们的 加速我们的那个 新神代謝 那个速度的 那所以它就可以减肥了 那还有呢 都有吃過西多士 一般都會用牛油 或者如果是街食 他可能會用一些很無益的植物油去炸西多士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椰子油去做一個純素的西多士 我們首先可以用平底鍋 烘一烘一點椰子油 接著就加麵包上去 煎一煎 兩邊都煎香兩至三分鐘 最後加一些肉桂粉或者一些香料 又有香料的香味 又有椰油的香味 但又健康很多 即是說不只是我們煮食用油 椰油本身是作為食物的一種主要成分 西多士很多人都很喜歡吃 因為它很香口 但是外面通常都是用麻薯 或者用牛油 有些純素食的人是不想用的 所以椰子油本身香 也可以用在這方面 好了 還有一件事我們可以應用椰子油 除了我們塗護膚 我剛才所說過的效果很好 還有一件事我們是做腳底按摩 香港人很多時候是喜歡做腳底按摩 是的 我自己去外面 我通常是帶著自己的油 有時我會帶點橄欖油 但其實在家裡大家可以嘗試用椰子油 做足部的按摩 其實大家知道油的東西 就是要用毛巾 或者用一張紙 在膠布 就是先鋪在地上 用椰子油 跟腳部捉過 整個 按摩 按摩 在膠布 甚至在腳底 腿間 去外面 可以再重覆 用油來塗 按摩 整個腳 整個腳 足部的肌肉 小腿肌肉 整個都在這裏做 可以再重覆塗幾次 到最後 大家可以做 可能借了20分鐘 每一隻腳 你就可以 所以就把毛巾、多的油擦一擦干它 接着就穿上一对厚一点的毛密 绵密 因为知道油的东西是滲透很厉害的 如果你不小心在地毯那里 或者甚至乎木的地板也好 如果你不是有保护膜在地板 那些木都会有油漬的 所以要很小心 可以穿上一对厚的波蜜 很多的波蜜 最好买那些纯的绵密 接着可以过夜 这个是对整体健康非常好的 当然如果有些人有兴趣做足够反射 便使面很多这些书籍 买一本简单的中文书 有图画的 根据这个图画 便按摩不同的步运 一只一只 这个是对整个身体很有帮助的 推动淋巴 你知道脚始终都是四肢的尾端 很多人的脚 皮肤都是干干烈烈的 你定时做一下这个 油也可以让身体吸收到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触保按摩 就是夜子油触保按摩 一个非常之有用的 那个保健的方法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袁医生预约回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wadio.com 多谢袁医生今天分享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